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可以看到乡土文学所起到的一种作用 是吧 就最重要的那些作品 最重要的那些作家 以及最重要的文学方面的突破 它都是由乡土文学做出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论证四个作家呢 他们是这个重要的作家呢 恰恰因为他们写乡土中国 他们以乡土中国的 有原创性的这种味道来写作 而抵达了当代小说的高的境界 那么我由于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作品 不是说停留在 封闭在我们五六十年代的 那样一个农村题材也好 我们现代的乡土文学叙事中也好 而是恰恰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意义上 这些人的作品呢 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 所以我当年一直去论述的就是 延连科的《寿国》 我觉得这部作品 你看它对乡土中国的书写 有它的历史 是吧 有革命史 有革命的记忆 有革命在我们当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激进化 是吧 我们这个市场化也是革命激进化的一个方式 而在今天革命的激进化采取市场化的方式 采取了全球化的方式 而最富有当下精神的那个县委书记 柳英雀是吧 他却是想到去苏联购买链的一个遗体 这一笔伟大的革命遗产 他要拿到河南去 来建一个大的游乐场来赚钱等等 那么这些想法呢 你看它都充满了一种反讽 充满了一种幽默 充满了荒诞感 那么这样一种艺术的手法呢 它既具有相土中国的历史 具有我们现实主义的那种冷峻的风格 是吧 鲁迅的那种强烈的批判的精神 同时它又具有后现代的狂欢 后现代的反讽 所以这些呢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概括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我是这部小说的极力的鼓吹者 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我的观点 都要持怀疑的态度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严林科写出了授博之后 我就预言 我说严林科毫无疑问 是当今中国最接触的作家 那么果然这些年之后 人们不得不承认他 在写受活之前 严林科还没有被作为这个顶级的第一方正的作家来对待 所以当那个刘振云写完了《一句定义万句》之后 我认为像这部作品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的作品 所以依然是什么 依然是它以非常极端的汉语的方式 非常传统的我们中国的文学的那种方式 它达到的一种现代 可以说完全是在现代主义和后向主义的高度上 无法企及的那一种文学的境界 小说叙事的境界 所以我对它的叙述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强调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乡土中国文学的叙事 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村的叙事 在我们的文学的叙事当中 在这个历史当中 它所起到的一种作用 那么这里呢 我想就是当然毛泽东的讲话 确实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我们乡土叙事 是吧 应该叫做农村题材叙事 那么在这样一个农村题材的叙事当中呢 它是如何在乡土中注入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 注入了那种革命性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在赵树里的 他的文学作品的那种复杂性当中呢 我们可以敞开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历史 这里我们可以谈一下 赵树里的创作 在观念与本真的生活之间 所以这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为什么用这么一个标题 叫做在观念与本真的生活之间 大家记得我曾经在阐述毛泽东的讲话的时候 毛泽东的一方面要作家改造世界观 是吧 另一方面他强调生活 文学艺术作品 他能运生活 高于生活 所有的 中国的作家 他都那么强调生活 那么在革命的意识形态 和这样一个纯粹的生活之间 他构成一种什么关系 那么恰恰呢 一方面毛泽东设想的 这样一个理想的革命的文学作品 是吧 他有高度的革命的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有淳朴的生活 这一点呢 恰恰是在赵树里的身上 达到了完美的体现 赵树里当时是作为 革命文学的方向来确立的 所以赵树里 为什么是作为 新中国文艺的起点 或者说 作为方向提出来 作为当时的作家 都应该要去学习的榜样 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赵树里有生活 当然大家会觉得奇怪 生活每个作家都有生活 是吧 最重要的 要什么生活 工农兵的生活 当时延安的大部分的作家 当时能够写作的作家 他们大部分 当然来自农村 是吧 但是他们都是地主少爷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上过学的 上过中学 大学 他们都带着学生枪 只有赵树里 他是来自生活的底层 是吧 来自生活的底层 赵树里呢 当过江湖医生 在地里劳动过 是吧 当过小学教员 那么还被抓到监牢里面 等等到处流浪 是吧 他对旧社会的那种阶级的压迫 有非常深切的体会 对旧社会的这种苦难 有他深切的体会 所以赵树里的那种生活经验 他成为能够和工农兵呢 是处在同一个水准上的经验 你后来成为作家的这些人呢 他们上了大学 你像包括丁玲 丁玲是干什么的 是写沙飞女士日记出身的 是吧 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时大部分的作家 即使像蒋光茨 龙石 那么这些革命者呢 胡远平 是吧 他们都是很激进的 左派的作家 是吧 但是呢 他们也 伊朗是 在那个时候 主要是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即使像郭沫洛 矛盾 矛盾 那么这些人 他们身上伊朗是来自 那样一个大的家庭 是吧 我们不使用阶级这种概念的话 他们是知识分子 他们带着学生枪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 来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赵树里的生活 有优越性 那么关于赵树里的这个生平 我们在书里写得很详细 这里 我就不解释 就是说 一方面需要有革命的理念 另一方面要有非常纯朴的生活 而恰恰这点 使赵树里的作品 最贴近人民群众 最贴近农民 所以在革命文学 一开始要那么急迫地 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能够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在这样一个期待底下 那么赵树里应运而生 所以我说历史选中赵树里 作为革命文艺 获得文斗化形式的代表 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所以其偶然性就在于什么呢 像赵树里这样保持着民间文化记忆 带着质朴的乡土经验 记录革命文艺队伍 而始终保持其本色的作家 实在是绝无仅有 是吧 你不怕这个周立波 是吧 他写了暴风咒语 那么丁玲写了 太阳照在三甘河上 真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 要能够说出农民的语言 那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可以看到像太阳照在三甘河上 暴风咒语 那么这种作品本身 它还是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 是吧 它是西方现代小说 西方现代小说 只有赵树里的作品 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形式 民间的形式 民间的文化 民间的生活 那么大家记得 当年赵树里写完 小孩和一结婚 当时是交委杨宪真 那么杨宪真转给彭德怀 大家想一想 一篇短篇小说 当时叫总司令 那个朱德是总司令 彭德怀也是彭老总 他就写下 像这样从群众调查 研究中写出来 通书故事还不多见 所以交给了当时 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 叫他转交太行新华诗殿 开始赵树里写出的作品 他们还看不起 看不上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通书 非常低级 没什么艺术含量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当时把持这样一个 艺术的评审标准 还是这些小自然间职人分子 他们头脑里面 还有关于现代的文学艺术的这些观念 这些概念 他们还不能够识别出赵树里的作品 它具有独特的价值 所以非常有意思 就赵树里 小而黑结婚 假定说小而黑结婚 是赵树里的成名作 一名精能的话 也是革命文学和工农兵结合的典范之作的话 他是由一个 中国人民解放 当时不是中国人民 就是由我 人民解放军的这样一个最高的将领 彭德怀 是由他来推荐的 是吧 所以这可以看到 这个革命文学 在他最初的起源的时候 他和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构成的独特关系 所以周扬当时 这个郭沫洛 这个矛盾周扬都高度评价过赵树里 那么周扬在论赵树里的创作中 他是说过 赵树里是一个在创作 思想生活 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 一个在成名之前 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 所以这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赵树里 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 所有那么多的作家 他们写了那么多的作品 有那么多的经验 他们都不成熟 这根本就在于 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 我们中国的革命文学 它要来源工农兵的生活 要反应工农兵的生活 要完完全全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 那么只有这样一种文学 它才是革命文学未来的方向 中国的革命文学 它才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未来的 走向未来的宽广的道路 其实赵树里的创作 它是在解放后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这个新的阶段 你会发现 对赵树里来说 他有不少的好的作品 问世 但是就像赵树里 这么一个被作为典范 作为革命文学起点的作家 他在五十年代 慢慢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就是革命的激进化 它变得如此的激烈 赵树里都落伍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 那么他在1950年的登记 这篇小说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这篇小说呢 今天你们看来 可能觉得写得太简单了 它其实就写了两对青年 是吧 爱爱与小婉 艳艳与小静 结婚登记的故事 但是这个小说构思很巧妙 它就是有一枚罗汉钱 这个爱爱与小婉的 爱爱的母亲叫做小飞蛾 是吧 小飞蛾 这个赵树里的作品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的人物都有外号 在农村呢 给大家起外号 是一个生活的乐趣 是一种生活的 这样一个情趣 是他的生活的审美化的冲动 大家理解吗 就你们读小学读中学 都有一个班上同学起外号 是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有外号 是吧 没有外号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生活 是吧 没有外号的生活是不美好的生活 它不具有审美 是吧 那个时候就说 你们开始用外号来超越生活 超越现实 是吧 你们在和一个象征系统打交道 大家理解这点吗 所以取外号 大家不要生气 有些同学 是吧 有些同学有好的外号 比如说白雪公主 她就很高兴 是吧 那么叫做丑小鸭 她就不高兴 其实这是她试图摆脱现实 给赋予生活 以一种象征系统的这样一种冲动 是吧 这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赵树里的作品 她的特点就是 她是给 她所有的农民呢 他们都有外号 她通过外号 她一下就把人物特征 人物性格呢 就跟她确定了 她把人物性格写得非常的突出 当然有时候外号 她也规范了一个人 是吧 是一个人类型化 是一个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概念化 那么你像她的能物 小飞蛾 是吧 为什么 因为她像戏里边的一个 演这个 一个演员是吧 满场飞 是吧 结果小飞蛾呢 这个 有一枚罗汉钱 为什么有一枚罗汉钱呢 其实呢 小飞蛾呢 她原来就被她的老公张木匠发现 跟她同村的那个青年 是吧 有了 就是有关系了 就有关系 那么过去呢 都不能隆冷这种事情 是吧 其实到今天为止 也是不能隆冷的 是吧 因为爱情是自私的 是吧 爱的都是私有财产 是吧 男朋友是女同学的私有财产 女同学的是男朋友的 这个 这个我们还叙述 总而言之 它是一个财产的观念 是吧 这个财产就神神不能侵犯 它甚至比物质的东西 还更严重 是吧 比如说手机 比如说这个 你的这个录音机 都可以 照相机都可以借用一下 是吧 但女朋友是不能借用 是吧 男朋友也不能借用 她这种观念 是一个什么意义呢 这其实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东西 这个象征系统的东西 因为发现 处在象征系统的东西的 它的意义的界定 它更加的明确 更加的明确 所以它赋予它一种概念 这种概念就是说 它有一种神圣性 它有一种神圣性 是吧 所以爱情它是什么 它属于原教旨主义 它是不能够有任何 其他的一种奇异出现 只有它具有唯一的解释权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赵树里在那个时候呢 他把农村青年 农村的那种封建的落后的 是吧 那样一种传统 和青年人渴望的一种新的生活 自由恋爱 那么这个问题就跟它结合起来 同时呢 它的构思是通过一枚罗汉钳 从他母亲的手中 落到女儿的手中 是吧 然后 要打 那么过去在农村呢 这个 丈夫打老婆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是吧 女人不打 不成器 现在你们听起来觉得 这个天花夜谭 现在是吧 现在只有女孩子 才能打男孩子 是吧 只有男人挨打 哪有这个女人挨打的事 所以 在那个时候 你看张木匠叫他打小肺盒 是吧 打了小肺盒 后来小肺盒就老实了 但老实他们的感情也 也出现危机了 是不是 所以 它就表明在传统社会 那么这样一个 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 那么青年没有恋爱的自由 其实对于每一个家庭 对于每一种婚姻来说呢 都是一个灾难 都是一个困境 所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和恶性循环呢 只有让青年人去自由恋爱 所以大家想这个概念 到今天 大家会觉得很成就 你们读起来 这个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是吧 但是我们读起来 觉得非常的亲切 因为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 已经可以 可以恋爱自由了 但是也不太自由 没有你们这么自由 但是在我们的上一辈 其实 爱爱小婉 应该是属于 我们的父辈了 是我的家那种父辈了 所以 对于他们来说呢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当时 赵树吕的作品 正如小孩和一结婚一样 他也写了 这个青年的那种 自由的一种爱情 他其实是通过 对青年的自由的爱情 青年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点 他来写出 新生活 给青年一代 带来的希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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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